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今天是4月10号 朋友您好 我是江峰 吴承之和朱明欣夫妇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 两人在学校相识相恋 毕业后一同到了北京 1969年 她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只有五斤重 所以吴承之就给孩子起名 叫吴金 1973年 第二个女儿出生 随母亲朱明欣的姓 叫朱令 两姐妹从小不但成绩优秀 而且多才多艺 姐姐吴金会弹钢琴 妹妹朱令15岁学会了古琴 还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姐妹俩先后考上了北京著名的惠文中学 姐姐吴金198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生物系 虽然是在意料之中 也令这个知识分子家庭非常高兴 生活似乎都很顺利 但是这个家庭的命运从1989年4月发生了逆转 4月的一天 姐姐吴金去了离北京不太远的河北来水线的野山坡春游 不幸坠崖身亡 妹妹朱令1992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 入校不久 她就加入了清华大学民乐队 并成为主力队员 1994年还荣获了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的二等奖 1994年4月 朱令的眼睛两次发生了暂时性的失明 医院并没有检查出病因 两个月后 朱令开始出现了奇怪的中毒症状 吃不下饭 头发开始脱落 并在几天内掉光了 朱令被送往北京市同仁医院 但是咽尿排除了深中毒和拱中毒 内分泌各项检查也正常 住院期间 朱令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长出了头发 虽然没有查出病因 朱令在住院一个月之后 在1995年1月出院 95年2月 寒假结束 新学期开始 朱令返回清华校园 但是刚过一个星期 中毒症状再次出现 这一次 朱令被送到了协和医院 专家接诊后告诉朱令母亲 这个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 塌炎中毒病例了 可是朱令和清华大学都说 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塌 协和医院也不具备检测条件 说到这里 咱们就先科普一下 塌是个什么东西 金字旁加一个动物塌 这是一种稀有的重金属元素 无味 剧毒 以前把塌炎做杀鼠剂 还有谋杀工具 太危险了嘛 所以多国禁止 或者是限制使用 所以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接触不到他的 3月20日 朱令开始处于昏迷状态 之后呢 出现中枢性呼吸衰竭 朱令奇怪的病情 不但撕扯着他父母的心 也令他昔日的同学非常焦虑 其中有两位 就是他的高中同学 北京大学的贝志诚和蔡全清 他们将朱令的病史相关各项检查 协和医院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措施 翻译成英文 1995年4月10号 历史上的今天 他们通过在北京大学的互联网 向国外的医学网站、新闻网站 发出求救电子邮件 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互联网向国外求助 远程诊疗 他们很快就收到了来自18个国家的2000多个回复 有数十位专家说 这是典型的他中毒症状 但是当贝志诚拿着翻译好的电子邮件 到协和医院的时候 医生的反应并不积极 一直到了5月初 协和医院才决定按照他中毒进行治疗 1995年8月31日 朱令从长达5个月的昏迷中苏醒了 但由于中毒过重 昏迷时间太长 双目几乎失明 下肢瘫痪 智力下降 生命总算挽救回来了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 朱令在哪里接触到了他 为朱令做他检测和远程诊断的医生都提出了 朱令是被蓄意投毒的意见 一位外国专家还指出 如果不是朱令在工作中使用到他 那么很有可能是被人投毒 4月28号当晚 当朱令被确诊为他中毒之后 朱令的家人立即向清华大学提出报案的请求 并要求立即牵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 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研 蹊跷的事发生了 4月28号到5月7号之间 朱令的宿舍发生了一起 失窃案 丢的东西是什么呢 朱令的私人用品 包括隐形眼镜的小盒子、口红、洗发液、浴液和水杯 都不翼而飞 1995年底 朱令父母被告知已经有嫌疑对象了 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 只剩一层窗户纸了 1997年4月2日 北京市公安局14处将案件唯一的嫌疑人 朱令的同宿舍女生孙维 从实验室带走询问 询问持续了8个小时 孙维在询问笔录上签字 随后14处通知孙维家人接孙维回家 这是公安局唯一的一次对嫌疑人的讯问 案情似乎曾经出现过转机 但是一直没有过结论 也没有人被抓 似乎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遮掩着真相 朱令的一些同学和众多网友认为 孙维之所以没有被逮捕 是因为他姓孙 祖父孙叶琪曾经做过民革中央主席 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私交甚欢 还有他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的 做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唐伯父 孙福林在幕后操控 2002年3月 贝志成以真实姓名在网上发表了 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 这篇文章称几乎可以相信 孙维是谋害朱令的凶手 并爆料指称 孙维是因为在民乐团同朱令 争抢古争的演出机会 而产生的矛盾 同时他还谴责了政治在里面的干预 2005年底 孙维以孙维声明的ID 在天涯社区驳斥了 朱令他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 之后双方又有多次的指控和辩白 但是官方始终没有找到凶手 主要负责案件调查的北京市公安局的李树森 在2006年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这件事情很敏感 关于朱令的案子 时常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孙维已经改名孙世言 而且还更改了出生日期并出了国 2004年 朱令的同学在旧金山湾区 成立了帮助朱令基金会 他们的帮助也给了 吴承之夫妇心里上莫大的安慰和支持 当年孙维毕业的时候并没有拿到毕业证 没有明确的官方原因 孙维毕业后 清华除了没有发孙维学位之外 还有以下的规定 不准许给孙维开出国留学所需的一切有关材料 不准许给孙维开找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介绍信 这对于一个普通学生来说 简直是毫无道理的刁难嘛 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 孙维在学校期间做了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 失去了一个做清华毕业生的资格 而清华出于义愤 给予了这名学生他力所能及的惩戒 之后很多人一直在通过举报等形式 竭力的阻止孙维出国 阻止了他在美国、英国、新加坡使馆获得签证 后来孙维和一个美国人结婚 通过结婚签证得以赴美国 2013年4月29日 广东《阳城晚报》报道了至今仍然疑点重重的 株令他中毒一案 文章首次披露了案件被强制、终止涉及中共最高层 并首次提出了幕后的中共官员 包括时任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强位 还有不具名的某中央领导 新华网转载的报道随后被删除 朱令父亲透露的消息得知 经中央领导批示在1998年 时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的强位 批准是文保处半截朱令案 朱令父亲质疑 这一件刑事个案 是否有必要上报中央领导 同时朱令的父亲指舆论 封杀 已经三册了 一个刑事案件 何至于此 2013年5月3日 在美国白宫官方网站 We the people 请愿专业出现了由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发起的关于朱令案的请愿 发起人称 孙伟在朱令案结束调查之后 改换姓名 并通过婚姻欺诈 进入了美国 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并驱逐他 18世纪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同学士说 有三种保护公民权利的办法 第一 公正的法律程序 第二 请愿申冤 第三 武器自卫 这也是今天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共识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关于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有特别的规定 说请愿是和公民集会放在一起的 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了 大家也就不用非上街不可了 聚会也可以发生在网上 白宫我们人民这个网站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虽然这是为美国公民设立的 但是网站没有要求填写请愿者的国籍 只要求13岁以上 并有一个可验证的电子邮件地址来创建账户 就可以发起或签署一份请愿书 株令案 没有发生在美国 请愿者也不必是美国人 另外很重要的是 这个网站要求 如果人们共同签署超过10万人 白宫就必须做出回应 这就是中国大陆不了解的一个概念 中国老百姓说的一个词叫做 激起公愤了 在美国 也有公愤 中国老百姓不太清楚的这个是什么呢 请愿这激起公愤的这些事情 不仅是他们有自由的去说一说 而且政府 必须要给个说法的 比如说株令案件 为什么有公愤呢 在一个有人可以毒杀别人 而不用去承担罪责的社会里 谁的生命能够 真正安全呢 所以引起公愤的事情 政府不给回答和解决 必然会使得整个社会 包括统治者本人 都会成为社会性灾难的受害者 极权政治 最善于制造对待请愿发起人的打击 什么破坏稳定了 什么煽动颠覆政府了 每一次针对请愿的打压 其实 都是把打压着自己的安危 甚至生命推向革命 推向火山口 人们关心株令案 也包括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 并不是要代替司法 去说谁对谁错 谁有罪 而是我们知道 正义永远不能是受害者一个人的伤痛 一个家庭的追求 而应该是一个社会所有人 所有家庭的诉求 有朝一日 会不会没有人 继续在追问真相 这不正是不公正的事情 那些制造者们需要的结果吗 忘却 我们 却应该承接这个记忆 帮助 朱令和帮助 其他的朱令 去追寻一个真相 一个正义 因为我们深深知道 这实际上 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目前吴承知夫妇和朱令 依然 住在北京方庄的一栋塔楼里 夫妇俩每天的工作 就是帮助 已经不能说话 而且几乎失明的女儿 用磕痰器 清痰 准备好留食为他吃饭 给同时患有糖尿病的女儿打胰岛素 两位老人都年近八旬了 还要把体重接近200斤的朱令 扶到康复机上做训练 之后给他放音乐CD 老人说 只有在这个时候 这个当年清华的音乐才女朱令 会显得很安静 历史上的今天 朱令中毒案 纵使躲过法律追讨 无法逃过良心追索 更无法摆脱 神木如电 曾经拥有无法善良的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